开车遇到了积水路段 最聪明的做法其实是绕路 因为车子进了水 修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如果绕不开积水 水又不升 那可以开车汤水 但汤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首先开车汤水 有可能会让发动机损坏 甚至是报废的 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 它是要从进气口吸入新鲜空气的 这个和我们人呼吸很像的 一旦不小心水进去 就像我们被呛到了一样了 那水它又不能被压缩的 发动机瞬间就熄火了 这内部的零件 它有可能就会损坏 期刊汽车维修与修理上面有论文 汽车发动机进水故障 整段分析当中讲到 水进入气缸 有可能会造成连杆活塞 气缸体损坏 那这些零件是发动机最核心的了 一旦损坏掉 整个发动机就是报废差不多了 你电风扇的这个电机坏掉了 那这个电风扇不是没意义了吗 对不对 那即使发动机没进水 只是车厢进水修起来 也是非常麻烦的 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论文 汽车限速安全设计原理上讲 为了经济性车内的原线 这些插件及线速包扎附属物 是不需要考虑防水性的 那好了 一旦车厢进水 线速就出故障 而且车厢线速都在地毯下面 你换的时候 要把整个座椅给拆下来 四半夜全部都扒掉 整个过程很麻烦 而且你自己看着心疼的要死 就有点像手机 你这个镜头坏掉 修的时候 整台手机大戏八块 拆得来一桌子放满 对不对 那既然车子进水的后果很严重 那就尽可能还是绕路 一般来说城市地形 它不可能完全是平坦的 更低洼的道路 显然就是更容易积水的 水往低处流 期刊《城市道桥与防龙》 上面有论文 《城市积水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探讨》 上面讲 这城市低洼地段是积水的重灾区 你比如说什么横川主路 或者是铁道的底下通道 地下停车场 所以在出门之前 提前查一下路线 尽量绕过这些地方 开车的时候 也可以听听当地的交通广播 了解一下积水情况 那如果因为种种原因 就是绕不过去了 那没办法 就考虑汤这个水 首先不同车子 它那个汤水能力不同的 要根据这个水声来决定 到底能不能汤 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论文 关于某MPV车型 整体气密性提升的优化设计上 他有提到过 这关闭门窗向车内充气 可以看到在板筋接缝 板筋空腔和工艺处 漏气较为严重 气都能漏水 自然是进得去的 而且车厢地板的高度 和门槛高度 其实差不多的 所以一般的车子 汤门槛那么深的水 问题不会太大 有的朋友会担心 我这个排气管不是泡在水里面 那水有可能不是 拔一下就灌到发动机里面了 那么路虎中国官网 它有个产品手册 2020款的路虎发现 能够汤过0.9米深的水 差不多是比它的车轮高一点 但如果水更深 就不能开车了 所以说在汤水前 最好用雨伞或者树枝 你试一下这个水有多深 如果太深就及时放气 就像是游泳的时候 你得看看深水池潜水池 再对比一下自己的水性 对不对 在汤水之前 你要看看其他车子的行车路线 而且记住 现在很多车子都有 自动启停功能你关掉 你汤了慢停下来 嘎了他自己去吸了个火 这再启动起来就要命了 自动启停一定要先关掉 一定要先关掉 积水它比较浑浊 我们一般来说是不太看得清楚 它下面有什么障碍物或者是 坑坑挖挖或者特别深的 这个时候 你看看其他车子的行驶路线 如果前面三四辆车子 都是绕了个弯弯在那边开 不是这个笔子开过去 人家不傻肯定有道理 你不妨好好再观察一下 你就好像过泥坑的时候 你踩着别人的脚印 这么一路走过去 更不容易陷到泥地里面去 一样的 千万要注意关闭自动启停 我再说一遍 最近这种淹水泡水的这种车子 我们维修厂里面碰到的这种情况 都不是操作失误 都是自动启停把人给坑了 所以一定要把自动启停关掉 那如果真的是水倒灌进去了 那个熄火了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二次启动了 这样保险公司不赔的 太平洋保险官网有个投保案例的 一些保险公司会把 净水熄火以后的二次发动 作为涉水险的免责条款来说的 不同的保险公司有可能不太一样 但大多数都是二次启动就会不赔 那另一方面即便做好了准备 汤水的时候也不要急 央视新闻频道 在2014年9月5号的节目当中提到 入水要用最低档 既能保证最慢的车速 又有最大的扭力 推动这个车子往前 在汤水的过程中 车子也不能太快 如果车子太快的话怎么样 车头不是就激起水浪了吗 这游乐园激动泳镜有没有玩过 一个车子冲下来两边水 都这么起来了 你起来车水就越高 越高就越有可能到你的进气口里面去 你就被呛到了 你的车子就被呛到了 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这个水浪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而且你要注意 有可能是你前面还有个车 它这个车子开起来的时候 它不也是水浪的吗 保持点车距 这个还是相对会比较重要一点的 那最后 如果我们安全成功的 蹚过了这个积水 不要马上加速开走 因为这个时候 刹车盘和刹车库表面 它是有水膜的 刚才都泡在水里面 这个水膜干嘛 它是有润滑效做的 可能会刹不住 你就想这个大理石地砖上面 你放点水 你走一下是不是很容易摔跤 你右手搓搓是不是很有阻力 你洗手的时候搓起来 你哪怕不放肥皂 就放点水搓起来 是不是也更顺滑一点 蹚水之后 先迈速行驶个几十米 行驶的时候 轻轻的垫小刹车 刹车这么夹一下 夹一下轻轻的垫点 把这个水给呱呱掉 或者蒸发掉一部分 再正常开 这样会比较安全 不然它刹不住 也是要出问题 总的来讲 开车烫水 有可能会损坏车子 遇到有积水的路段 能绕开就绕开吧 这个最省心了 如果实在绕不开 水又很深 看一看水有多深 看一看前面的车子 它们是怎么开的 自己再小心地挂一个低档 慢慢地开过去 这样说会比较好一点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